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聚言堂 我是芬蘭回來了 今次我們回來了關於創業的話題 我身邊這一位很開心 我再次見他 很多年前其實都是我學生 偶然在一個訪問當中 已經看到他轉了工 還有轉了一個行業 跟這個題目都很大關係 專門幫人搞生意 他們就是932.com.hk 的聯席董事Jeff 歡迎你 今天請他過來做甚麼 始終我們講創業創業 很多年輕人都比較專注 講關於他創業的情況 最好他最了解這個市道上 關於創業的情況會是怎樣 我知道你們有做買生意 賣生意 還有Fanchise 所以今天時間裏 跟Jeff取經 了解一下市道之餘 最好的了 他有很多統計 很多統計 讓大家知道 究竟做完生意的情況會 和大家大聲招呼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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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Jeff 都是在這個行業做了幾年 基本上我們每天的工作就是跟客人說 究竟生意是怎樣做 怎樣做才是比較穩陣 是的 我們不可以擔保去做一盤生意 一定賺到錢 但是我就知道那些肚子在哪裏 這些就是我們每一天的工作 很重要 當然了 稍後會請他多說一些關於肚子的事 不過首先都想問一下 其實這間關於買賣生意 這種類型的生意模式 其實都一直有存在 但是說真的 怎麽我都會記得 或者可能大家觀眾都會聽過 你們的品牌 太陽耳機 還有多少宣傳 可不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其實你們本身的生意模式 其實是否都很長時間 尤其是在香港 加上一些強勁的宣傳之後 是否真的會好了很多 是真的有不同的 我想約莫是十多年前 香港就會有生意轉讓這個行業 其實以前是沒有的 以前是如果真的結業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結業 又或者交給自己的員工 或者交給自己的朋友去接手 後來有人就引入了這個行業 其實是真的好的 因為在某個角度 都有人說 這不是很環保 你不用拆過所有的裝修 又來過 還有如果我們通常是接手生意 東主都會帶你去營運一段時間 如果有些是不熟手的人 又或者轉了崗位的人 譬如如果去營運一間茶餐廳 有些是做開廚房的 其實在樓面運作 和究竟入貨那些 他們未必很熟的 如果你是剛剛轉了崗位 去到有人帶一帶 其實真的差很遠 他不用帶你很久 但是因為他已經是在那個行業做開的 一點他就明白的 但是不怎樣 他可能付的代價就很大了 就是這樣 因為我試過有一個客人 是做開廚房 都是一些大集團的廚房 他一去到一間茶餐廳 去到提一次訂貨 其實這間店 就應該大概三萬元左右 貨就已經滿了 但是他就 即是不熟 剛剛緊張了一點 之後他就訂了有五萬多元貨 之後因為食材那些不能說 之後就浪費了兩萬多元 好像浪費了兩萬多元 是啊 對於兩萬多元 又不算很多 又不算很少 但是如果你剛剛創業那時候 很緊的資金 很緊要的 是這樣 所以現在慢慢 其實多了人去到認識我們這個行業 其實那些人 我不單止慢慢認識 其實我覺得慢慢都依賴了 是我們去到幫他們去到找 或者幫他們去到房 所以慢慢 越多人知道 我們又多了廣告 所以又多了人認識 多了人去到找我們 所以我一見到 我立即想要拔他上來 原因就是 始終我們講創業 真的 你不是所有的人 都本身在家裏做生意 你都沒有什麼人會帶 剛才你說的問題 可能正正有很多朋友 面對這個問題 甚至乎 過關的嘉賓 就是他們可能專長做自己的飯 忽然之間 就說不如開店 那就差很遠了 即是無論是食材 或者裝修等等 都會面對一些資金上的困難 再加上沒有人教 就浪費了很多 原來都挺不錯 還有這個概念 真的可以幫到不同的朋友 可以快些找到一個新的生意 亦都幫一些快些想脫手的 就快些走 真的 這個情況 其實我想了解一下 市道上 或者你經常接觸的 其實什麼生意類型 都是比較多買賣的 如果我們的網站上面 最多一定是做飲食那些 其次就是教育 之後就是一些服務 可能是美容 又或者去到一些零售的行業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食 就是因為人人都吃吃的 所以很多人都對食會感興趣 尤其是我想是近這10年 咖啡店很流行 所以很多人都是 如果是開始工作了幾年 就有一點點錢 就覺得工作很累的時候 都喜歡可能找些甜品店 又或者是咖啡店去到開 其次就是因為 其實本身要開一間食肆 其實真的很複雜 即不同做零售 你開了一間店 應該就不會犯到什麼法例 那些 但是因為做食肆 其實真的 你就算租了一間店 究竟它的裝修 會不會符合到消防 又或者是食環其他的條件 他們都未必是很肯定的 變成如果你是通過轉手 就已經出牌了 所以硬件的東西 通常不會有問題 就會覺得安心很多 其實都是 這些東西 令到我想起之前的嘉賓 都是做飲食的 但可能是自己 由小小 覺得自己做得很好吃 慢慢慢慢擴大 那變成了 這個我想是對一些朋友 如果對自己的手藝 又回不上下 即是心得又或者是信心的話 都可以考慮 但這一類當中裡面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好了 OK 好了這間店 買完就OK 其實會不會中間裡面 都會有些事情要小心一點呢 是 不如回去 如果是一個 真是想開始搞生意的人 通常我們會跟他講些甚麼 如果我自己 通常會跟他講 很簡單的 就先講兩件事 因為營運一單生意 首先就是 算不算得到數 是不是可以賺得到錢 再要求高多一點 都應該有的要求 就是你找得到 你自己的基本收入 即不是那間店 不賺不蝕就這樣算數 起碼你都可以 你煮人工都要 養得起自己 第二就是自己的能力 其實簡單來講 是真的這兩件事 是的 首先解決這兩件事 所以去到那間店 我們通常就是 去到 看下那個地方 未必一定是那間店 其實我想 就算你做去網上生意 去到做其他start up 那些都是 首先 你那盤生意 是否值得得到數 是的 我們近時讀書那些 就是寫 proposal 寫 proposal 究竟是那條數 可不可以值得到 簡單來講就是收入和支出 這樣 之後其實就 你自己可不可以 營運得到 這個就會比較 深入少少 和細緻少少 因為 算不算得到數 就很容易的 我猜那個地方 那個人流是怎樣 或者如果做網上生意 我就猜大概 一天可以有多少客人進來 這樣 之後就減成本就可以了 但是做不做得來呢 有時候很多細微細眼的地方 自己去到會忽略了 譬如 我那個店頭 需不需要做宣傳 有客人進來是怎樣招呼 落單 能不能切 落單能不能切 之後 廚房又可不可以做得切 廚房做得切之後 之後你收回碗碟碟 又需不需要有人洗 這些大家都一定說得到的 但是如果清潔姐姐病了 哈哈 那這些怎麼辦呢 因為你的店舖都要開門的 是 我們那時候去到打工 我就可以休息一天 又或者譬如我們在家裏 去到做家務 我都可以停一停 又或者 頂到亂些 是的 又或者 我都可以 譬如我太太病了 我就分擔我太太那部份家務 這樣都還可以 但是做生意就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你沒有了一個崗位的話 就算你肯去做 你都做不及 因為你本身已經在做樓面 那你又不可以走去那裏洗碗 那這些如果是去到當場才發現的話 有可能就得失了你自己的客人 那有點難做 你知道現在互聯網那麼強勁 如果有些服務做得不好 有時候 有時候 影響就會比較深遠 其實最好就是事前 想多一點點 是的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會跟客人說 我們會說那盆生意 讓你們知道是怎樣做 是 但不如下去看看 是 因為你看著一間店舖是怎樣運作 你未必知道全部 但是你知得越多 那就越好 越清楚 我想這都是一些要小心的事情 只不過分別就是 有些可能本身做生有經驗 可能未跟你談的時候 他自己都計算過 那我講的就是 可能真的年輕人 通常第一次創業那些 就應該是 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會出現了 可能很多步驟都沒有想過 他只是想過自己煮 那也是 洗衣服的 洗衣服的姐姐怎樣 你自己會怎樣 可能需要少留意 其實多不多這一類 沒有什麼經驗的人 去找你 幫忙做自己第一次的生意 兩樣都有 其實就差不多 一半多一點 經驗不是那麼豐富 對比以前 可能你早期的公司生意上 是增加 還是一直保持著這個比例 比例差不多 比例差不多 可能行家的比例 現在還會多一點 先講行家 因為比較簡單 其實他們是 有時候 如果是做飲食的那些行家 賣來自然計算數 網網 喜歡自己找我們 因為他們怕出牌 有時候可能拖一兩年 如果他們有個正確的店 去買店 轉牌給他們 就快取 找我們就太方便 還有 因為我們處理手續 他們覺得手續簡單 我告訴他們 大概什麼時候簽租 什麼時候轉牌 簡單地來 所以多了行家會找 他們如果換大舖 之後又是找我們去到 放舖 又是一條龍 是 因為他們多了 所以如果說比例 可能是完全沒有經驗 就會少一些 當然沒什麼經驗的 才更加需要留心 和小心 如果譬如你遇到一些 沒什麼經驗的 會不會是比我年輕的 比較多一些 適合出來工作 因為現在真的政府 有一些分定 鼓勵他們創業 我不肯定他們會不會 找你們這些類型的公司幫忙 另外 如果真的有這些類型 新的年輕人 他們通常出現了什麼問題 其實如果找我們那些 通常未是最新的那些年輕人 即都是可能中年 或者可能自己 還要差不多一夜 通常都是 因為我發覺 如果年輕人 比較喜歡去網上創業 又或者做博客 那些 那就比較創意 真的比較多一些 而找我們那些 通常就是 穩打穩摘一些 什麼叫做穩打穩摘一些 就是一來到 就先跟我們說數字 OK 年輕人很多都是會有個 即是有個idea 即是創意會 要創意會 對 創意多一些 而老實說 我們是傳統的行業 會比較多一些 因為我們很多 我們都是有 可能有實體店 又或者是一些 網上商店那些 我們都有的 是的 但是相對於實體店 實體店的行業會比較多 算得到數嗎 算得到數 算得到 都是這樣覺得 即是年輕人有自己的idea 可能他們會試一些東西 未必會那麼喜歡 可能fanchise 我應該也會說fanchise部分 但都是一個 概念給大家知道 如果你是 真的打算做生意的時候 除了你自己 可以自己創的東西之外 其實都有市面上的生意 因為為什麼呢 剛才都說了 你有飲食之外 就是年輕人最流行的cafe 另外一類就是教育的部分 等等這些 其實有時年輕人都想去做 之前在我們未開始訪問之前 都有分享過 其實都有幾個經驗來的 因為你有前人的experience 也都可以幫到他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你過往的case 是可以做一個小舖 然後學完東西之後 就變成自己有一間大舖 是否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有的 因為譬如我們試過有一個客人 是做開會計的 他又喜歡喝咖啡的 其實他有基本的知識 但是究竟在哪裡去到入咖啡 但入完咖啡怎樣去 因為他要delivery 要來到香港要時間 如果去到炒豆怎樣去配合是最好的 怎樣跟那些客人去到溝通 就有一個其實近時從事會計的人 之後就買了一間很小的店 在尖沙咀的 不是一些旺的地方來的 就是一些後階的 但是本身這間店 就是比較真的好文青的感覺 他買了回來之後 他就儲到一班客人 是的 還有儲到自己一些的員工 是的 一些barista 一些咖啡師 去到幫他去做 後來他就 那間店最後 又是找我們放出去 就是沒有賺沒有虧 又是這樣放回去 那間店又是 其實不是怎樣賺錢的 是的 剛剛好 夠給那個barista的人工 這樣平衡得到 但是他就賺了一個經驗 那之後就再去到 去到開自己一個大小小的cafe 因為我們後來都有找回這個朋友 去到有時候我們搞講座 去找他們做到分享 這樣 不過不單止這個行業 譬如做教育 又或者其實做其他的行業 零售那些 其實都可以是從小去到開始 你知道怎樣入貨 才慢慢再去到擴充 其實零售都一樣的 有些是他覺得那個 入貨途徑很特別的 是的 之後就買了一間店回來 之後就可以放上去 去網站那裡放 在比較久一點之前 也有個客人買了我們那間寵物店 不過這個就不是我追蹤 之後我的同事 後來就跟我說 現在就做得很大 因為他就在網上 有其他的發展 就基於他本身的 客戶 對 客戶 之後就再去到做 嗯 我想這樣說 聽完你這樣分享的事情裡面 可能這個都是一個經驗 我想做生意 誰不知道要賺錢嗎 但是很多時候跟你的經驗 都有些關係 不是說你只是說你厲害的 那樣的經驗 你營運上面的經驗 還有做生意 有很多事情要留心的事情 原來可以有這樣的 又不可以叫做教學 因為你都是拿自己的錢 去買經驗 但是事實上 你如果可以營運到一個 剛才說的 即便的咖啡 怎樣都好 都好 好過你虧 是嗎 有些盲鐘鐘出去 就算他可能租一個地方 由零開始 可能事的機會會大些 可以這樣說嗎 是啊 其實真的不落到牆 不落到牆 你是不會知道 不會知道究竟是怎樣運作 其實都很多客戶會問我們 喂 有些什麽損盤 有什麽好做 那之後下一個又會 他可能是覺得 好像跟我們說 為什麼你不去做 其實我們就是知道 去到那一行裏面 你是全心全意去做 才可以做得好 即是你問我怎樣去到看 那間店是比較容易做 我們容易些知道 我舉個例子 其實譬如那間食店 我們知道他那個地點 我們知道他那個租金是多少 其實我們大概就知道 那間店很沒有生意 是的 但是 未必理他儲 即地點和那個類型 已經大約猜到數了 猜到的 再加上好的儲質更好 是的 即是有些店 如果我們知道那個租金 那個裝修 那種菜式 在那個地方 大概已經知道 那個是做不做得來的了 其實基本上 如果做不來的話 人的問題 真是人的 老實說 真是人的問題 即是如果我們說 是損盤那些 通常可以經營得到下去的機會 是真是很高的 很高的很高的 即是就算怎樣都好 就很難會是虧錢的 即是如果那個 我們斷定為損盤 是的 是的 但是問題就是 是不是我做得來呢 是的 即是你和我說 我們試過一間店很漂亮的 是的 即是又落地玻璃 之後又擺到 那裡有三十幾個位 即是二萬多元租 還是一個商場仔 不是出名的商場 是的 是商場仔的一個角落頭位 其實如果一些是 剛剛做 即是做廚的那些 去到做這些 因為你的店很小 你不需要那麼多人手去招呼 其實你焦點是你煮東西 之後請一兩個樓面的staff 就算樓面staff兼顧不住 你喊都喊得到出去 其實我們可以想像得到整個運作 不是那麼容易出亂子 是 你都可以救得到的 是 你看得到這個是很漂亮的 因為二萬多元租 是 其實很容易去到應付 算得到數 我們看得到 但是 我都不懂得煮食 我們可以知道 什麼生意 在數字上容易營運 就剛才又說回兩個問題 一就是 算不算得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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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真的 都叫做很熟悉的了 是的 但是有沒有能力去到營運呢 那又是另一個環境 就看做生意的樣子 會是怎樣 剛才你說到有沒有能力營運呢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過往你接觸這麼多 買家賣家 那一定有些成功的 那買完之後 就不用再找你了 那有些可能是不成功 要找你賣掉它 或者可能自己本身 不是經過你們要開的 而最後要賣的 其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成功的 即他們做老闆的元素 有些什麼 不成功的又會是什麼 他們很重要的要知道 嗯 我想是 首先一定是堅持的 是一定是堅持的 還有 我覺得是要細心 細心 細心是有少少軟件的 是的 它可以想得到 之後大概 會發生什麼事 是的 所以他們 通常都會配合 有細心有虛心 這樣問 問定 可能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去做鋪排的 是的 這樣就會走得 走得遠一點 好像剛才那些 例子 我就說 如果剛才那間店 就算樓面出現了什麼問題 就算叫你 可以 在廚房裏面 都可以指揮出去 這樣 通常他們都在 真的開業之前 起碼都會 預計得到 會發生什麼事 有些鋪排的 是的 還有真的要細心 去想想每一個環節 究竟會出現了什麼問題 又不是很衝動的 衝出去的 都會問問其他人 其實我們經常說 是賣數 即是你收入那裡 大概會預計是怎樣 支出那裡會不會 預減少了呢 會不會有些位置 我們要走盞呢 會不會 大概我們洗冷氣 又需不需要呢 又或者 到時到後 可能 員工又需不需要 出些 bonus 哄一下他們呢 之而此一些細節位 去做鋪排 我們經常說 那個 如果你之前鋪排得好的話 其實 就算之後 真的經營得不好 起碼他真的學習得到那個經驗 就不會好像浪費了整盤生意 這樣 那有沒有遇過一些 case呢 當然找你買盤 或者你所認知的 是很嚴重的 已經是覺得有沒有搞錯 為何做生意做到這樣 有沒有遇過一些 case 哦 當然有 我就是想聽這些 都不少 都不少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大家要學習一下 不要做這些事 我想如果在香港 很多時候 一開始就已經死的話 通常都是租金問題的了 那這個就不是他們控制到 可以這樣說嗎 事前 控制得到 事前控制得到 事前控制得到 其實你每一個 相信每一個行業 那它 無論是租金 人工 入貨 其實都有個比例在這裏 是的 即是每一個行業都有個比例在這裏 其實最好就是 事前未開始的時候 就真的去了解一下那個行業 那個比例是多少 譬如我做一個特定的行業 那個租金是去到哪個range 是的 譬如零售業 通常我們選的店舖 都是現在的租金 即是100元呎或樓上的 即是很少可以100元呎 樓下租到一些好的部位 不用了 基本上是吧 是的 但是如果是做飲食 就會再低一點的 是的 如果過了這個數 的話 通常是一些很知名的店舖 真的很旺 如果不是通常 就未必在這個租金range 教育 還會再 可以找回便宜少少的店舖 是的 不用在一些一線的地方 就是這個店舖 之後他們的人工的比例 因為你的行業的模特兒是怎樣 你就大概猜到那個人手是怎樣 之後你就去到計算那個比例 事前就計好了 所以我們去到找店舖的時候 一看見一間店舖 就不是經過我們 就算不是經過我們 我們都可以看看 周邊的那些店舖 大概他們做的那個營業額是多少 是的 之後再計算一下 如果做這個營業額 我們要找多少個人手 是的 之後再減回那個租金 是多少 事前就會安排好這些 去到落場 剛才不是說細心的 去到落場 如果真的發生 咦 跟那個預期不同 那就容易些找到什麼問題 因為租金已經定了是這麼多 是的 我們唯有去到跑上去就是跑營業額 是的 那你租金沒得減的 就跑營業額 究竟營業額怎樣去加強 是本身是產品有問題 還是廣告有問題 還是基本上這兩樣都沒有問題 其實就是時間問題要捱 你有個心理準備 你就知道怎樣去做 那營業額都OK 其他人說如果是突然間 人工會不會突然間支出多了 或者食材 因為食材有時候是很難說的 因為如果有時候 訂多了貨 浪費了食材 那就變成本會高 那就容易找到那個問題在哪 好像金田一 去調查一下每門生意 究竟發生什麼事 當然調查了真的這樣的情況 買生意當然覺得有利可圖 他才買的 賣了 怕你們賣了 其實你們會不會有些很難 你是不會接 因為你知道不會有下一手 還是其實你們都會把它 再包靈再賣給別人呢 有些接不到的就是 冬主承信很低 就真的接不到的 承信低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做生意經常說承信很重要 現在承信低了 對於你們來講 面對什麼問題 你只是幫他買的 其實承信低很容易看得到的 就是有些情況 就是明明你去到那個地方 都人流很小的了 但是又說到人流很大 都錯了的數字 那就對不到 譬如如果是 都不是沒有方法去到對答的 就是如果是做零售或者飲食 人流很少 你是一眼看得到的 有些行業 譬如是 譬如教育 又或者其他服務業 可能是美容 其他那些 就跟那個冬主說定 就是說你會不會有 一些 一些客底 是可以讓我去查 是的 就是有沒有根據 就要叫他給我們 那我們要盡量 將冬主說一些話 就叫他提供一些證明 給我們 這樣 但是你就再問了 會不會有一些生意 是承信過了 他就真的跟你說 我這裡沒有生意了 還是怎樣 都跟我們說 之後是不是一定賣得到 還是一定賣不到 那又是看一些基本的 因為有些個案 就是譬如 又是拿回飲食來說 就是說 那一個地方本身是 人流都不是太差 但是租金又OK的話 其實是可以 給其他人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會把那些證明 這樣寫出來 之後就跟那些人說 給這些數據去 那就交給他們去到計算 那如果去到一些個案 都租金又貴 去到那個地方又不是很理想那些 那通常我們都心知 我們都是就這樣擺它出來 OK 都會有的 那些人擺了很久 都是 唉 都是沒有人接的 有機會 沒有辦法 因為譬如有些位置 其實已經是租金加幅加到 是真的要另一個行業 就是可能真的要開金譜 才可以接得到 是 都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那樣東西 就已經不是我們控制範圍之內 就要那個業主去到 配合去做 剛才我都說 就是租金不是說 我們處理到的原因 就是一個月要蓋 你都沒有辦法 不過事前你可以算的 是 就是可以留意的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都是說一句 香港地貴 真的 是啊 很多生意埋到你那裏 要賣都是因為租金原因 可能忽然間起很多 就是令到他們不能夠再營運到 就找你們 通常就少的 通常就是 因為租金都是 就是減少 對 租金都是 他們是預期之內的 有一些是 做過 我想如果做得太差那些 就可能未必是去到找我們 已經自己結業了 已經結業了 已經結業了 買不出 對 反而是 有一些是和和和果果的話 它未能夠再提升 但是又未能死 那是最好賣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 對 最需要找我們 因為他們還可以慢慢去找 所以其實有些盤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做得到 就是會不會有另外一些人 是可以將那個地方 或者那些資源可以發揮得到 但會不會有些呢 另外一個development 你剛才會說有些 入號 或者有些基本實體 但會不會有些人 可能給你一個brand 可能差不多 我已經殘殘地 又不知道怎樣處理 但可能有些人有興趣 可能你的brand又有夠久等等 會不會有些這樣的買賣 會不會有呢 還是都是實體的比較多 brand是不多的 但都有試過 我自己試過有一個 做了好幾十年的茶餐廳 之後就經過我們轉手 那它不貴的 它真的好 那個價錢很合理的 真的很合理 轉了手之後 其實新的那個經營者 我想它放超過一百萬下去 再裝修 之後再開過 當然它經營得很好 是 即是拿回舊的brand 舊的客戶 舊的傳統 你知道現在香港 經常有香港的情懷 是呀 即是舊的一些行業 可能會不會有自己搞不定 不如就賣給別人搞 會好些 但這些情況就不多 正常的 通常一些是半身不舊的brand 才會是這樣的 因為如果brand做得好的話 我估計 通常都不會 要不就給自己下一代 要不就給自己的伙計 先談 真的去到再找外人 就少一些 因為我估計之前的個案 有些情況是 免得讓給自己的員工 有時候 那個員工可能有些什麽事 又會問回你 那些入貨是怎麽樣 有些就推薦是乾手乾腳 買給一個其他人 講清楚 我有些什麽是會幫你做 幫到你是什麽時候 之後就完結了 他便會覺得利落一點 這也是一個可能性 大家要想新的方向 我們講了買生意 應該叫Fanchise 其實都幾多的年輕人 我知道他們都有做這些類型的生意 甚至之前都有一些電視頭的節目 有些年輕人自己搞了一個brand 很快就變成Fanchise 賣給別人 當然營運等等的事情令到 直中間裡的Fanchise的人 又投訴這個也好 其實有好又不好 我可不可以講一下這部份的事 因為又是另外一種方法 可以搞一下生意的 如果JoyFanchise 首先都是講一句 如果有自己的idea 就是不要再Fanchise 就是不要再Fanchise 你很有自己的idea 因為通常Fanchise 都是有自己的 譬如剛才說可能是飲食 通常它有自己的配方 它就交給你 之後你就去做 但是有時候去到現場 如果有些人就覺得 不是喔 我覺得生意 不是我預期那麼理想 我可不可以加一些 賣魚蛋也行不行啊 賣其他東西也行不行啊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即Fanchise裡面有些limitation 會是甚麼呢 通常就不會讓你這樣做 Fanchise的原意就是 它本身做了一個brand出來 有一定的知名度 之後就去到可以讓給其他人去到用 第二就是 它會給一些營運上的support 就可能是教你怎樣營運 又可能就是直接去到 供一些貨給你去到賣的 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的貨想賣 或者自己的服務想去到做的話 不如自己去到開店 不過另一方面看 其實我又覺得如果是 完全沒有idea去到做些甚麼生意 或者已經想著是做一些行業 其實加入一個Fanchise 去到學習一下別人怎樣去到營運 之後再開自己那個行業的話 其實又真的挺有好處的 即我自己只是這樣覺得 因為整天當然有好處 你才有Fanchise這件事 是呀 因為通常很多客人來到 就是說我究竟選擇Fanchise 或者自己開店 很多人是很strict forward這樣想的 即要是A 要是B 但是我們就會覺得 其實你可以走完A才走B 是的 因為我們見過 無論是做飲食 我也見過 一個本身不是做開飲食的人 即是做開文職的人 他是加入了做飲食的Fanchise 之後自己熟了 之後自己開自己的品牌 他開店不小的 他開店都有二千多呎的 後面是做西餐的 是搭板 算是一個 所以仍然到現在Fanchise 都算是幾不錯的選擇 可不可以這樣說 我記得香港也有很多Fanchise 公司的生意 是的 即是如果是選Fanchise 那時候 你又可以跟Fanchise樓見面 即是看下大家是否可以配合得到 是的 因為有些Fanchise樓 他會給你少少空間 給你去到酒棧 都是聊的 都是聊的 而且你可以感受得到 他給你的支援去到哪個位 是否你預期那個位 即是可能有些人是 不是很想去你的 即是很喜歡 整個Fanchise都是制度化 我看電腦就知道 在那裡分析到自己 是要入定些貨 是 是 即是算數 是的 還是真的很想 捉住你的手 應該這樣跟客人說話 去到哪個地步 你就可以同 每間Fanchise公司都會不同 都不同 都不同 是 大家即是要想 即是你做生意 當然你有很有ideas 很有能力 很有才力的話 自己搞吧 我們一直以來 都會有很多嘉賓 是講這一樣的 接著Jeff裡面 在講這部份 就有些不同了 有些少許加拉 又可以叫什麼 不要要依附著 起碼有個底 你按上去再加上去 是 你可以根據 如果不是Fanchise那隻 你買完回來 你還可以自己改 是 Fanchise那隻 你就不能改 不過 純粹生意營運 應該兩邊都可以學得很好 是啊 如果還有錢賺更加好 是不是 是啊 你最想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如果資金不是很充裕 我們去到開一個生意的話 很多時候 我們未必是用很多IT的系統 是用得很好 但是如果我們加入Fanchise 我們知道那個制度 比如跟客人說話 很多時候可能有一本 要給你 你知道怎樣去對答 是啊 是 譬如是做飲食下單 他就說了 系統是可以怎樣用 是一個System的 是啊 就不會像麻麻麻麻 我開了一間店 之後 自己打電話去一些POS公司 就是我想買個POS系統 就不用重新去學過 他已經說了給你 我們的牆就是這樣去設定 是的 這個時候就用這套系統去到下單 你已經用慣了 將來你再去到 在你的餐廳裡 你又可以Source其他品牌 但是你懂得問 我們下單 是否可以用手機下單 是的 下單之後 是否自動在廚房那裏 就已經怎樣去到show 是的 如果退單那時候 究竟是怎樣呢 是的 因為如果你自己開一間店 可能你拿完 你不會很大膽的 可以拿二三百萬這樣 這樣就開一間店 但是每樣都是嘗試 這個風險就很高 大家要記住 這個是生意 這個不是純粹學習高興 用來玩 所以你真的要計算 因為我相信 如果是年輕人的話 你的錢可能都不是完全自己吵 是的 你都不要亂來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相對地 讓他們 before that 要留意一下 以及搞清楚 你為甚麼要做生意 我想這樣說 找你們的 很實在的 只是一個目的 賺錢 通常都是的 真的要穩陣 所以你說 我想想來學一下 的人的proportion 現在比較少了 不會 不會 例如剛才說 有些可能想想經驗 自己再開 那些都是經驗 但也預期是有錢賺的 是的 也不會虧 是的 但我相信大部份 都希望賺錢 正常買門生意 是 我不算賣 賣生意的 希望當然會最好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當然前面我們說了 很多關於真實的情況 我當然想聽你們特別的個案 還有有甚麼要留意 如果有些比較有趣的 可以跟我們分享 因為說真的 你做過生意的人 可能會很了解 未做生意的人 他沒有想過 原來可以這樣嗎 剛才你說成相 為何可以這樣 這個都值得給各位去留意一下 或者聽專家說這些 可否有些個案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課網裏面 我想 說得的 我想如果去到一些店舖 去到真的買賣生意 其實多些去到問 那個店舖本身怎樣去到營運 因為我們之前試過有個生意 它是說那個客人真的很多的 之後去到最後期才發現 原來那些客人 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多的 那究竟怎樣做呢 那個案子都頗特別的 就是我們是要那個客人 最後就是說 不是的 你一定要查證 否則我打電話 就是我打電話去給那個 你現在有的客人 問一下是不是有這個客人在 這樣才去到 去到完成那個交易 是的 可能有時候去到尾段是這樣 是的 另外就是 可能你就要留意多些去到那個 那個租約是怎樣 是的 因為又試過一宗案子 我也覺得很古怪的 就是有個客人就說 賣自己的餐廳出來 但是就去到簽租約那時候 才發現原來所有的器材 都是業主留下 就不是屬於他的 是的 所以去到真的做買賣 或者自己就算自己去到開店 我想去到一些合約那些 最好就是事前去到逐條逐條 去到看清楚 這樣會穩陣少少 所以為什麼要細心 粗心大意呢 可能就在這些位置裏面有很大的損失 未開鋪已經有很大的損失 是 還有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那些人經常說的 逢雙必奸的 會不會就是很多時候 在處理這些的買賣部分裏面 你更加要好像你偵探那樣的頭腦 去檢查因為當中有很多陷阱 會不會呢 很多陷阱的 就是 譬如 剛才講的那裏就是說 我們都試過有個人 真的 賣一間店那時 又說自己有多少多少客 之後去到真的交收了 因為我們真的拿那些客人出來看過 是的 就是有了電話這樣 已經在那裏 但是去到 賣了一間店 之後那個客人再去到 叫回原本那些客人的時候 才會說 不是呀 沒有人聽的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不過都很幸運 就是我們後來 真的找回那個東主出來 我就跟他說 不是呀 打了一個電話又沒有 打了兩個電話又沒有 我們有懷疑這個是有刑事成份 之後我們就幫那個買價 去到處理回去 之後就整盤生意 退回給那個賣家 是的 是的 但是這些就 就算事前怎樣做 都很難避免 是 跟足所有東西 跟足所有 但是全心 其實基本上都欺騙賣家 其實我們看下去 就基本上是一個騙案 其實是 我剛才說 很需要你中間人幫忙去調停 或者是調查 所以你的工作都很重要的吧 是啊 其實我們過往這麼多年來 我想就算我 或者其他同事 剛才不是說 這個行業在香港有幾多年 其實我們 就算這麼多年來 每一天都在學習著 究竟有些 什麼新的事情去出現 因為我們要 其實租約都有很多種不同的 業主也有不同的 之後有一些是私人業主 又有一些是地產發展商 他們的要求又不同 是的 即是他們的租約那個安排又不同 可能有一些長些 可能短些 可能有一些是中間可以叫停你的 這樣 又有不同 之後去到一些 譬如商標怎樣處理 出牌 如果你賣的東西不同了 那之後那個牌照可不可以轉得到 又或者究竟那些客人 譬如好像美容業那樣 美容都由舊鎮市屋邨 可能真的做一下護膚 之後就去到可能是有醫學美容 如果去到之後 譬如是做 以前是做按摩 可能是一些腳底按摩 之後就有一些 現在就流行硬盤肉 很多五花八門 很多 所以我們都在這 經常都要在這 學習 你要學很多 看著市況怎樣變 對 譬如你要講你不斷學習 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傳統剛才講過飲食 教育 美容是最基本的 有些什麼新興的行業 你最近接觸多了 多買賣 讓大家又可以想一下 這些行業都可能挺OK 你新興一定有人需要 我最近覺得幾特別的行業 我自己以後真的不是很熟悉 就是電競 電競好像有人買賣 不是正在升 舊鎮市 舊鎮市 我們經常去那些叫做 對 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上網的cafe 那些打機的網吧 網吧 網吧 對 我們十幾年前是叫網吧 那樣的 這個很有趣 慢慢又沉積了 慢慢又沉積了 對 就是有人買網吧 但是現在 我們又試過有兩宗case 就是買個網吧回來 就打算轉了去做電競 哦 都是差不多 都是電腦 都是打機 不過是那時候的消費 又跟現在的情況不同 是 做訓練場 或者可能這樣 可能有機會 整個模式就不同了 因為 之前如果是網吧 其實它就走根下坡 其實它交租的壓力就越來越大 是 但是如果它轉了做電競場的話 它可能裝修改了一點 是 但是客人會用得到 是 之後它做的形式就不同了 因為它裝修要改一點 是 當然 當然 還有其實以前 不會搞一些program 搞一些功能的 是 比賽等等的 但是它搞功能 是多了事情做 是 但是呢 對於客戶來到港 就會穩定很多 會 因為以前是 你自己來就來 你玩完就走 但是現在這樣 就會穩定了很多 會 會 其實基本上 這個就是一個case 是 新的 是 起死回生 是 即是新的做法 將舊的行業 既然地方有 就轉變變成新的 電競是一個很新的行業 很新的行業 但我沒有想到 這麼快會有一些 這樣的business出現 現在都可能是獨立的 個人 可能是小朋友去 打完賽 贏獎金 周邊有很多的 一些business 例如可能那些 椅子 那類 就想試 另外就會說 原來現在下來坊間的生意 就是網巴變成 一些打機 就是電競的場地 因為我都見過一些報道 他們可能經常做一些小的比賽 或者怎樣 經常都會喜歡看人家打機 是啊 可能將一個地方轉轉 你加一個兩個頭射 那已經可能是很ok的事情 對 你應該是分的business 對 和大家的sharing是不同了 是啊 可能有些朋友會聽過 就是如果上一陣 又是這樣去到reform的行業 就是之前有些酒吧 就轉了做是 打一些飛鏢比賽 是啊 是啊 我感覺上有點像是這樣 一開始 酒吧本身就是 可能朋友去到序腳 是 酒吧老闆就認識朋友 然後 既然都去別人的酒吧 不如自己開一間酒吧 是啊 很多朋友這樣說 很多都是這樣說 但是這樣就 未必會有很大幅增長的生意的角落 會會會 但是很多人都有飛鏢機 是啊 之後他們又會搞聯賽 搞比賽 逢星期一、三 總會有些人 是啊 上來去到 之後他們會循環地打比賽 是啊 那就變成了 整個場就很活躍 很活躍 而且那些客人很穩定 會會會 很穩定 而且我覺得有一道好就是 其實那個場都會健康了 是啊 即是那時候 那時候你都是 可能是 拆適中 之後就不想引走 這樣 其實現在他們 真的專業了很多 是運動來的 真的是運動來的 就是他們除了這個機制之外 這些料又漂亮 所有東西都買向專業 是啊 還有大家都有個目標去到做 近時你聊天 可能猜妹 大家都是 只是消磨時間 但是現在就不是這樣 正面很多 大家都有個目標 去到操練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運動來的 多有趣 大家都可以想想 當然 如果你譬如說 剛才你說過很多旅行的生意 都是就這樣買回來 但你又是電競 我想可能年輕人 都差不多退役了 所以我最近聽到 有些很年輕人 已經30歲不夠退役了 因為他們好像黃金期 25左右 就快些 那些人可能需要找一些 新的出路 可能都是一個 可能性格上管理 新的模式都不奇怪 這個也挺有趣 我想在臨完結之前 你可以給大家一些建議 各位的青年人 想搞生意的時候 留意些什麼 還有有些什麼 可能自己千萬不要做 那就可以真的 擁有自己的生意 怎樣和我們分享一下 教一下大家 是的 留意都是那兩件事 很重要 這個 就是 算不算得定數 是的 二就是那個能力 能力所留下 能力所留下 就是你自己的興趣 加上你自己本身擁有的能力 這樣 有一些是真的不可以做的 是的 就是 你的投資 包括你的金錢和時間 都是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以內 嗯 有些不是的嗎 有些借得很厲害 嗯 就算不是借 就算不是借 有些可能是真的 剛剛好 自己是存到有50萬這樣 是 就可能拿了去 拿了40萬去到創業 其實都算得很穩 是的 很危險的 有任何類型的支出 其實可能花10萬很快就沒有了 10萬很快就沒有了 而且 你都要留一點點位置 就是如果那個行業 你之後發覺不適應的 是 之後你再出回來 出回來 就算是 當你賣了一個 business 或者真的closed your business 你之後轉工也要有時間 最好就是留一點點走斬位 就不要去到那麼盡 無論今次的時間 建議比例多少 50萬左右 你建議的比例 你拿出來做生意的比例 大了多少 至少去到40已經很多 去到多少 你覺得安全 很難說 要比本身那個年紀 是的 如果你是年輕人 你的要求沒有那麼高 家人照顧你 沒有所謂 是的 你沒有壓力 總之其實計算那個數 就是如果你的 business 完了 是的 計算了一走斬位 完了之後 我想預算三個月 住半年的生活費 OK 這樣會穩陣一點 所以未必用金錢去到衡量 它看它花多少 沒錯 這個也是重要 這個部分裏面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這些起碼一定不能夠做 而且在你的角度裏面 始終你們管的部分 都會是一些比較大圍的生意 如果你是純粹創出你自己的 ideas 很特別的行業 是不是相對地都難賣一點 在人家的立場來講 都是自己做的比較好一點 很獨特 你知青年人有很多很有趣的想法 我們經常在這裏 將那一盤生意 剛才不是計算和能力 我們經常會將那些生意去到量化 是的 我舉個例子 譬如我去到 扣為那間茶餐廳 當然我會買它的裝修和器材 其實它那個客底 都可以去到量化的 其實那個客底來源就是那份租約 是的 我猜那個租本身是否會值錢 舉多一個行業 就是說如果是教育業 教育的其實就不是很受那個地方限制的 受租金限制 但是譬如如果我這個地方完了租 我都可以搬去另一個地方 那就不受剛才那樣東西限制 但是本身那個客底 其實是值錢的 是的 你的客會 你就預計有多少客會回頭 是的 每個月大概有多少 那樣是值錢的 所以回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如果去創一個特別少少的商業 那我們可不可以每做一件事 就將那件事可以量化得到 量化的意思就是 就是那個客底或者那個產品會不會有專利 可不可以在其他範疇裏面應用得到 那就會可以令到它如果是真的退出的話 都可以變賣得到一些值錢的東西 這也是提示來的 因為很多時候 即start up 每一新的創業都是新的東西 其實最難猜到這些 都未有人有 都未知 是的 但如果你真的做到某個規模 甚至乎你可以創了你自己的行裏面 即是分了行業 甚至乎數據的話 那就OK了 那你們就算到數了 是的 就可以想到 是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是搞網站那些 雖然那個網站 你未必可以就這樣去買出去 但是你有些客底在那裡 那些你都會是一些資訊 我已經想到馬上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什麼呢 Fanchise他們去找你 是的 如果是好的時候 找你們去吸收 那都是另外一個生意模式 即是你自己的工作做得好 之餘 如果是Fanchise 你資金可能會好些 又多些錢賺 兼且你的品牌會多些人認識 沒錯 希望各位朋友 如果想創業的話 就可以好好地 向Jeff這個專家當中學一些東西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 阿芬的一年 生意興隆 希望大家有個好的九年 今天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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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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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